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让他们去说 相信爱可以让一切黯然失色 只要能够在一起 害怕什么 只要能够在一起 郝先生 我 我想跟你说两句话 郝高 你先冲上一下 你们慢慢聊 有什么话你说吧 你跟我说的那些话 我考虑了很久 我不在乎你的母亲 两个人要是在一起不合适 过一辈子都会觉得很漫长 不管两个人相处有多久 只要开心就好 你说你担心怕我以后会痛苦 你就不担心我现在会痛苦吗 我宁愿要你以后一个人留意 我宁愿要你以后一个人留意 你 你去退缩了 郝先生 你家人太过分了 你真的是太过分了 不能家人对 你干吗呀 非要到人店里来撒野是吗 我公公已经不喜欢你了 你还赖这儿干吗呀 你来这儿干吗 爸 我给你熬了些绿豆汤 这天热绿豆半火的 你怎么还不走啊 你非要让我赶你是不是 爸 来 赶紧喝了吧 这个呀 我在冰箱里面 冰了两个多小时呢 冰什么冰啊 你不知道年纪大的人吃冰的 对肠胃不好吗 你有没有脑子 我不吃 哎呀 我真是太高兴了今天 你过来干吗 我这里不欢迎你 白丽啊 白丽 你也有今天啊 你也有被岁月摧残的时候 你说什么 想当初 你要是往那儿一站吧 应该有一大堆男人 像苍蝇一样围着你了 可现在呢 连我公公都不要你了 哎 你年轻时候那点本事 都到哪儿去了 好先生 真可怜 怎么会有你这种人媳妇 你说什么 你再说一遍 你这个人啊太不懂人心了 件事情 你公公一定很欲温 你以为你公公是因为不喜欢我 才离开我的吗 真是我不知 少把自己脸上贴近啊 算了 我跟你这好人啊 话不投机 我们无话好说 你呀赶紧离开我这儿 否则我要赶人了 走就走 不过我可要提醒你 我公公这次可是下定决心离开你 以后 你要是再在他们面前晃来晃去 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不客气 笑死人了 怎么着 难道你还要打人吗 打你 我还行伤了自己的手 总之 以后不要勾引我 不然我不可能 让你在这儿待下去 不信 咱们走着瞧 等着吧 我会怕的 我一定会不输的 我一定要 我一定要 好想要回到我的身边 我一定要 居然吃饭 这么没成 我还在刚刚是知道我家相亲 一定要拖着我的 咳咳 咳咳 喂 雨昕 是我 我知道是你啊 有什么事吗 你知道你哥走了吗 我哥 飞机早就起飞了呀 你没有送你哥去机场吗 没有啊 我爸让司机去送的 分别场面太难受了 所以我们就只送到家门口 那你的意思是 你也不确定 你哥到底上没上飞机 对不对 你什么意思呀 没有 没有什么意思 我是说 你没有亲自送你哥去飞机场 你不觉得遗憾吗 浩天蕾 你打电话给我 就是要问我 有没有送我哥上飞机吗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你跟我跟我认得好朋友 你怎么不说这个呢 对 其实我已经跟你姐 你告诉我别了 再说 我确定 还是看什么 还是看什么 喂 两年也算快吗 我哥怎么会有你这么无情的朋友啊 好啦 先不要这样 吃饭了吗 没有啊 干嘛 你要约我吃饭啊 如果你愿意的话 当然可以啊 什么叫也可以啊 没成 我告诉你 我现在没有空回你吃饭 我在相亲 相亲 你真的在相亲 怎么样 请问 是不是方雨昕小姐 啊 我要放电话了 你要没什么事了 就别打扰我了 哎 放心 放 哎 你没事想什么亲嘛 我跟你讲不要去啊 找不上对象 你不用对我这么凶对不对 哎 我朋友也叫方雨昕 去 还有一位打电话找我什么事了 没了解一下 我要是在你一边好多不信话 方小姐 干嘛 方小姐 惹你的人好像不是我吧 对不起了 没关系 我能冒昧地问一下 是谁让你不高兴吗 没什么事了 我很好笑吗 你这样一直盯着我看 不觉得太没礼貌了吗 没有 我只是觉得方小姐的性格很衰真 跟金女士说得有点不同 那你是不是对我很失望啊 没有啊 我觉得你的性格很好 我很喜欢 做我介绍一下 我叫陆佳明 您 您好 喂 总经理啊 听说这位小姐现在很有钱哦 赚了五十万呢 可不可以请我吃顿晚饭呢 我 我没有 我说你真的很没有眼光 你知道本大爷是谁吗 堂堂的海贼国际企业接班人 才华洋溢相貌堂堂 我家风骨天天 你竟然只花五十万就把我给卖了 你到底在想什么 我 我没有拿钱 没有拿钱 那没拿钱 我怎么没有离开我 难道我连五十万都不值吗 我 我不想拖累你 你现在已经拖累我了 为了你 我连纽约都不去了 你说你要怎么赔偿我啊 我 我不想拖累你 你现在已经拖累我了 为了你 我连纽约都不去了 你说你要怎么赔偿我啊 别哭了 别哭了 不是回来了吗 你为什么一定要吃泡面呢 我可以请你到外面吃的 因为我在你家楼下等了几个小时 我实在走不动了 你一直在我楼下等我啊 是啊 我最想要是你不回来 我就真的打算回纽约了 你不会了 我的意思是说 你应该不会再走了吧 你希望我走吗 既然不肯说 那我就回纽约了 不要 我当然 不希望你走啊 里面怎么没有辣椒呢 帮我加点辣椒 你不是不吃辣椒的吗 谁说我不会吃辣 赶紧跟我放一点 算了吧 你吃不了的 谁吃不了 不要瞧不起人 快 那辣椒怎么吃 这是辣椒酱吗 这么吵 这个可是我自己做的呢 你自己做的 你会说辣椒酱啊 对啊 我们湖南人家家夫妇都会做 而且做的肯定比外面的好吃 那我要尝不尝 很香 好来来来 我来我来 你吃不了那么多的蛋 一点点 一点哪够啊 那再拿一点点吧 太少了 我自己来我自己来 你吃不了了 太辣了 我很难吃了 你相信吗 看到没有 这样子还在吃 我叫你别吃饭 你非要吃我家里 我未来的老婆 是辣妹子 我不吃辣怎么行啊 你说什么 我说 我未来的老婆是辣妹子 我不吃辣怎么行 谁是你老婆啊 我没有说你是我老婆 我是说未来的老婆 难道你很想做我老婆啊 我不给你扯啊 老婆老婆 我听死了 什么难听 夫妻之间都是这么叫的 将来你嫁给我 也得叫 我才不要呢 要 不要 要 不要 必须要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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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一定要一定要 不要啦 我说要就要 不要 要 不要 你敢不要 不要 你敢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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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丫头 好 坐坐坐坐坐 我妈跟你说 坐 我告诉你啊 对方很满意 她还打电话给金女士了 她说她非常非常喜欢你 你怎么样 你觉得她怎样 还不错 就是 看来是不像女孩 所以说你也喜欢是不是 太好了 太好了 你喜欢就好了 这又让我等不到了 我就不相信我女性讲得出去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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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俩都伤了 干吗呀 你不要像有我一样 这样子 这是飘出来下来好不好 谁飘出来 我大大方方走出来的 我看你们这嘀嘀咕咕说什么呢 你睡不着就穿像我们 等一下你睡着 我们两个视频怎么办 你们两个也睡不着 那我们一起聊天吧 没信心没信 坐坐 雨昕 我们到你房间距离 走走走 妈 我困了 你和爸爸聊吧 你自己坐着我好了 接着 我坐坐 请啊 请啊 你们两个好像有事瞒着我吧 行行行 这有什么事可以瞒你 你就不要摸手 你别睡觉 你就睡觉 你我睡什么觉啊 你们俩有事瞒着我 我更睡不着了 你你你必须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 你到底想要怎样啊 你睡不着 你不会到外面去溜一圈啊 或者吃一颗安眠药 你干嘛来烧我我母女啊 我母女就不能讲讲一点话 你想我 你这个人太歹毒了啊 你觉得让自己的老公去吃安眠药 你趁着给我吃点披霜毒死我上 哎 这个老子又不得上升 我可以讲我累死了 你这是老男人吃胎症啊 你 你还说我老男人吃胎症啊 我看你就是想让我吃安眠药 吃成老男人吃胎症 你就开心了对吧 不不不 不不跟你讲笑 我真的累了 哎呀 好了 好了 你不要帮我了好不好 烦死了 烦死了 爸 妈 你慢慢吵 我房间睡觉了啊 哎哎哎哎哎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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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 Like AndOO shark Andh 那 我就帮你约时间了啊 方导人约时间 困什么时间 小录 你又给羡心去提亲去了 对吧 你不要这样冤枉好的 我一整天都没有出门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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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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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浪出话啊 你一天都没有出门 那你说要帮雨昕约时间 约什么时间 跟谁一拥 干吗呢 那很奇怪 我把母母去 去 去洗脏暖 你也要跟吗 你拐太多了吧你 干吗这样逗 心虚了吧 我就知道你听不住我 瞪三秒钟 我正式地通知你啊 你要再去给雨昕介绍什么对象 或者是乱去提什么亲 我就把你从这个家给轰出去 你在威胁我 我不是威胁 我说到做到 不信你试试 我就奇了怪了 别人都说 人嘛 应该吃一欠 长一智 那你为什么就不长记性呢 你知道我今天 为什么睡不着觉吗 我是在想雨昕跟我们说的话 我觉得她说的有道理 你看看我们这三个孩子 没有一个幸福快乐 我们做父母是不是很失败啊 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反思反思 管他们管得有点太宽了啊 什么事都去查什么 小杰和雨昕我就不说了 就这雨昕 那一段不幸的婚姻 是不是你一手造成的 承认吗 现在她好不容易走出阴影了 要开始第二段感情 有让她自己去经营嘛 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 起码过程是愉快的 你在那瞎唱会儿什么呀 我也知道过程是美好的 可是如果有人介绍给她认识 她也未必不喜欢 你介绍的她就肯定更喜欢了是吧 我就知道你又给她介绍对象了 你还不承认 我哪有 是别人介绍一个男生给她认识 她觉得不错 想要跟她接触接触 还有这次是思大自己去 思大自己要愿意去的 不是 我没有勉强她 不相信你去问她 真的 当然是真的 算了 如果要是不错呢 你就勉强过去 如果又是一个李建志 我就跟你没完 给 不削皮吗 对啊 吃苹果干嘛要削皮啊 连皮吃才有营养呢 可是现在水果都有农药 放心吧 洗得很干净的 不会毒死你的 你吃东西也太不回娘了 嘴巴脏那么大 你怎么吃才香啊 不信你吃香啊 不信你吃香啊 嗯 上了这个苹果 就回事了 为什么 你不打算啊 跟夫人和董事长解释吗 明天的人应该在纽约 拜托 要是我真的飞到纽约 最起码要明天早上 才会到门 今天呢就让我 不要想那么多 让我在那边放松一下 你无限 嗯 那你今天晚上住哪儿啊 当然是去这儿啊 不行 坚决不行 你这个女人 未免也太绝情了吧 要是像我这样 突然出现在你的面前 你应该感激替零财的 我现在主动要求留下来 你居然还拒绝我 要是换出这别的女人 早就激动地晕过去了 那你就去 其他的女人那里好了 反正我这里 是坚决不行的 唉 我实在是搞不动我自己 像你这样 既没有吸引力 又有无趣的女人 我到底看上哪一个人 嗯 你放心吧 如果我留下来 我也不会对你怎样 我睡沙发可以吗 真的啊 你真的以为我是 鸡不折食的人吗 你不要害你 身材那么差 我还懒得碰你 好 好 不行 你会耍罗毛 要不会那么保守 跟你开个玩笑也是什么 明天也许是动荡的一天 但是我已经就好准备了 所以 今晚 就让我抛开一切 只享受跟你在一起的时光 好吗 董事长他们 一定会很生气吧 他们 会不会对你怎么样啊 不管怎么样我都不会放弃的 答应我 你也是 我们给彼此信心的元气 好不好 其实 我今天去过机场 然后呢 你们已经登机了 我很难过 我以为 再也见不到你了 傻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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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回来了吗 小经理 早上好 各位同事早上好 早上好 好 我看的是你 我看的是你 谢谢 谢谢 我看的是你 我看的是你 你不在买一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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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的是你 我这没有事情 你不在买一瓶网 这个 这花不是我送的 是刚刚有快递来 我帮你收了而已 走开 这个送花人说呀 他是第一次送给女孩的 走花 你说呀 像这种男生 是不是都快绝肿了 是吗 这花这么漂亮 这是追求者送的呀 还是准男朋友送的呀 现在是追求者 搞不准 以后就成为男朋友了 他是干什么的 他是医生啊 长得又帅人又好 最重要的是对我很好的 是吗 看来他身为你 准男朋友的机会可不小呀 好一点 漂亮啊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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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吃光啊 吃完早餐就回家吧 不要让不住你担心 好好跟他们解释 我等你的好消息 小菊 来 我想今天的太阳 应该是打从南边出来了吧 居然舍得买肉包子啊 你在买肉包子的时候 心里一定在滴血哦 是是是 我的心在滴血了 你敢浪贩 吃吃看 你还没有回家 傍晚 跟我爸爸回家 董事长 知道了一定会很生气吧 我什么都不能做还连累你 你不需要做什么 你要做的只是坚持在我的身边 就是给我最大的勇气 答应我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你都要勇敢的站在我身边 好了 好 拜拜 好 你好 企划簿 天磊 是我 真的没想到 是姜怡让你门不下 原本我还以为 是你看到小菊之后 就不愿意上飞机了 别提了 我们走岔了 结果我在大家门口 等了几个小时 希望我跟小菊 以后都不会再擦肩而过了 我都快酸死了 我牙都倒了 你看看你现在这副能量 简直就是一个 初恋中的春青少男嘛 你这个没有谈过恋爱 我看你是吃不到葡萄 说葡萄酸吧 对啊 我们家小菊都被你抢走了 我嫉妒死了 什么叫你们家小菊 你到现在该不会 对我们家小菊 还有任何想法 方语杰 你白痴啊 我现在如果对小菊 还有想法的话 我干嘛要全然去机场 我应该让他一脚帮你踢上飞机才对吧 你敢 哎 哎 哎 菊姐 你接下来 有什么打算 打算那不是我们摊谈 就不会让我年轻的事情再来 我明白 可是小菊跟晶晶比起来 小菊更难被你的父亲接受 晶晶制造还是一个大学生 可是小菊在他们眼里 是一个什么都没有想象的 我想堂堂海杰伏技企业的董事长 是无论如何也不会要求自己的家族 跟这样的人有任何关系 这我明白 可是这一次 无论如何都会坚持下去的 我不想让小菊在哪里 好几千跟晶晶晶 一定想进来 一定想进去 加油 这个给你 这是什么 别乱想 这可是小菊的意思 我觉得她说的有道理 你们现在那个房子呢 因为没有买卖权 房企都在银行压着 先去把银行的贷款还上 这是借给你们的 先去周中 你们可以以后赚点钱再还 或者是心里归宜不去 你们把房子卖了 直接还我们也行 这样呢 这样呢 你们这个卖的钱现在房价这么高 你们还能赚钱呢 银行会去吧 我都说了这是借给你们的 不是送给你们的 你这样的怎么回事 跟银行可以贷款可以借 跟家里人居居那么要强了 你们现在的房子 如果不还银行贷款的话 以前交的钱也白交了 银行就把房子拿走了 你们现在如果拿这儿还上卖了 那房价这么好 干吗吃这个亏啊 爸 对不起 我应该让你看到 我们过得很好的样子 这样 爸 老板 爸爸 也是经历了很多苦难 这个公司才变成这么大的 对吗 人这一辈子啊 总会有顺水的时候 会有逆境的时候 福分和苦难都是一样的 都该承受 别灰心 坚强一点 一切都能过去 但是记住一条 我和妈妈 都是最爱你的 包括六刚 知道吗 爸 谢谢你 别想这个 我的女儿是最坚强的 你等一下 等一下 你们在干什么呀你们 插招牌啊 插招牌 插招牌 不是我说你们有什么事 你们不要为难一个弱女子啊 你找我呀 大爷 找你干吗 你是他什么人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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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他朋友 你是他朋友 对 你是他朋友你不知道他把店卖了吗 什么 莉莉小姐 莉莉小姐 这到底怎么回事 莉莉小姐 莉莉小姐 进来吧 莉莉小姐 这是怎么回事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你原本说要把我们的关系告诉你的家人 可你就这么突然间的消失了 医生带我突然间的回来 告诉我们俩没有关系 你做这些决定的时候 你告诉过我 莉莉吗 你就这么自私任性 我就不可以吗 你不相信 你什么都不要说了 你什么都不要说 这当我们俩的 从来都不认识 不认识 满满满 累死我了 我说女人真是不能操心啊 你能不能操心 这我都跑出来了 真是的 怎么办 喂 佳怡啊 你们到了是不是 你怎么不打电话给我呢 我都急死了 你们好不好啊 小杰呢 小杰呢 你叫他跟我说电话 我要跟他讲电话啊 你跟他说啊 什么 什么 对了 宇杰有没有打电话来啊 没有 可能是他们还没有安顿好 没有安顿好 我觉得他压根就没想跟我们打 说不定啊 还在生我们的气呢 不会的 宇杰不是这种不懂事的孩子 但愿他这次能珍惜一下姜怡 老公啊 如果有一天这个 小杰跟佳怡 如果没有办法在一起的话 那怎么办 什么意思 这可不像你说话的风筝 你不一向是死磕到底吗 不在一起要硬在一起 我是说万一了 万一 说实话 如果他们两个 那真的没有缘分 谁也帮他们吧 真走到那一步 只要江一心里过得去 我没关系 我没关系 我会想死我了 我会痛 向柔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啊 没有 没有 真的没有 老公 老公 万一 有什么事情是 是你承受不了的 你不能动我 要撑得住气 我跟她的 大黄永远骗不了我 你赶紧说 发生什么事呢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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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開就好了 你去 我去開就好了 我去開就好了 你去 我去開 我去開 你千萬不要 千萬不要是他回來 拜託 你 你幹嘛呀媽 你沒散說門禮 你嚇嚇人了你 我忘帶鑰匙了媽 你怎麼了 有心事啊 你這把你媽嚇得心得壞跳出來 罢了 在房間 你幹嘛一緊你這 不要開門 不要開門 千萬不要開門 不要開門 媽你要嚇死我呀 孫香 你今天怎麼了 神什麼刀刀的 有人來幹嘛不開門 你去開門 啊 哥 媽媽 對不起 你這把你媽媽 我不要打死你 你不要打我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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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笑笑解 你一笑笑解 我笑不起 他都已經分了 你不要生氣 你不要生气